基隆市长谢国良针对内政部回应的警察勤务繁重加紧 提出他的观点与看法 基隆市政府表示 类似基隆警力外流的状况 之前在新北也有发生过 后来也是比照台北的模式才能有效解决 十年前左右其实在当时候首都繁重勤务加紧 还没有出来的时候 新北市也有爆发出警员离职的一个现象 而且是非常严重的一个现象 然后你不给基隆该给的待遇 说我们的繁重程度只有30分 说台北的繁重程度有三倍是90分 我想问你你活在自己的世界吗 这个内政部的发言人你是活在自己的世界吗 所以我想既然民进党愿意来讨论这个问题 那就给我们该给的一个首都加紧 现在说现在本来说我们很忙超10岁离开 那我们现在谈首都加紧又说原来我们的评分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繁重的程度 市长谢国良也呼吁内政部面对基隆在首都圈内的特殊状况 请提出有效的具体解决方案 不然就让基隆升格 我还是很坚定的再跟中央喊一次话 加班辛苦的人获得加班费是应该的 双北都要有的首都加紧 基隆也应该要拥有 要不然就给基隆一个升格的方法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